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是古典的时代 那是好的 一个是中世纪 那是不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活着的时代 他说那也是不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好的时代 叫做新时代 那么新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彼得拉克开始 那么这样一批人呢 已经开始决定用文化 用艺术 来重新地发起一个文化运动 企图用文化来推动社会前进 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在古典文化里面呢 看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 那么这批人啊 那么有力 那么富裕承担 那么富有创造力 学问又做得好 那么这样呢就开启了一个时代 叫做文艺复兴 一个巨大的 简直是悲剧性的义务呢 就摆在了这群年轻人的面前 在整个意大利陷入悲观 和死亡的阴影之中的时候呢 他们却奋力而起 他们企图用自己的诗歌 和自己的心灵 来给世界带来新生的希望 在这方面呢 比特拉克一个人的成就 可以说是相当于 整整一代人的愿望 那小说呢 小说在当时呢 还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小说里面的紧张感 人物造型 都是简单的 抒情的诗歌 说无法承担的 但是像小说方面的发展 却正是时代的需要 因为小说更加接近生活 小说呢 擅长的是描写 擅长的是揭露 擅长的是把唯美主义的东西 变成现实主义的东西 不必带去勉强诗歌的 那些形容词了 那些令人震撼的语句了 因为诗歌太浪漫 太敏锐 太谦细 也太娇嫩了 诗歌是无力独自承担起 与人类血肉相连的生活的 诗歌可以号召 但小说呢更加实际 因为生活呢 是需要搏斗的 生活呢是需要现实的激情 而非梦幻的激情 于是这样的搏斗的任务 就理所当然的 落到了彼得拉克的一位朋友 同样也是一位华时代的天才 博加丘的身上 博加丘写过诗 但从本质上来说呢 他不是一位诗文 他要比比特拉克更加贴近生活 所以当比特拉克用他的心灵 来向整个欧洲 抒发他对劳拉的精神之恋的时候 那个博加丘呢 博加丘呢 却在论论真真的写小说 博加丘也是非同小可的 因为他要同时做三件事 一是撰写那部著名的十日谈 二是撰写他的学术论著丹丁传 三是研究他的古典文献 在博加丘写的丹丁传里面呢 博加丘发表了 他关于理性的著名论述 博加丘这么说 那假如我们愿意放弃感情 而以理性来观察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不难看到 古代的诗人 尽人能力之所及 布圣灵之后尘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借众多作家的口 对后世显示出高深的秘密 使得他们假托 用什么假托的词呢 来盗破圣灵 到了当时时候 便以诗诗来揭示经理 所以博加丘说呢 我们只要戏足他们那些著作 就会知道 这些作家所希望的模拟的对象呢 是假托一些虚构 来描画古代的事 当代的事 或者他们所盼望的 所推测的是未来的事 因而虽然不能假定 这种作品的具有同样目的 但是从方法上看来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方法 圣经与世俗作品 应该受到同样的赞免 这段话呢 有点含糊 但是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 就是博加丘呢 把当时出现的小说 各种艺术作品呢 等同于圣经 他认为圣经和世俗的作品呢 同样应该受到赞免 这位博加丘想说什么呢 他在批判许多不明事理的人 认为诗歌不过是荒谬虚构的故事的时候 究竟你想怎么通过证明诗就是神学 这样的事实呢 这就是博加丘和彼得拉克的区别 因为彼得拉克 博加丘啊 实际上是想开辟一条 亚述共赏的通俗文学的道路 所以他这么来说呢 圣经和世俗的作品 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正是一个大胆的推断 大胆的论断 我们抛弃博加丘的 羞羞答答的宗教用语 我们看到了他的可怕面貌 他想抬高通俗作品的地位 他想失去诗歌的伪装 他一方面通过抬高诗歌 而否定了诗歌 另一方面他走向了现实 因为在他看来呢 诗歌的伟大成就 被世俗生活 令人惋惜的现实中跌倒了 现在只有去做通俗的 开启明知的社会启门工作 才能用最严谨的理性尺度 和艺术类型 来守护人心中的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力量 这样博加丘大胆地 离开了护情诗的 九生丹的陶醉豪情 走上了一条 所以他自己的 民间文学创作的 现实主义道路 尽管博加丘的公开身份呢 是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研究者 但他名声狼藉 因为他最后 终于完成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诗日谈》 并且把它公布于众 由于这部书的写作呢 使得这位天才作家呢 要同时承担三大压力 一个是来自教会的 一个是来自社会的 一个是来自朋友的 教会呢 就觉得 博加丘对圣女的批判 太过无情 社会呢 正监于他对信和欲望的 大大描写 而朋友们呢 在痛苦地赶到 博加丘啊 把严肃的学术 和纯洁的私信 变成了街头小巷里 人人的交头戒额 秘密谈论的庸主品 他们对此生生不满 但是又有谁 不在私下 私下里阅读和品味 十日谈这部 千年才能一遇的禁书呢 他在1359年那一年呢 就去拜访了彼得拉克 那一年呢 彼得拉克已经55岁了 而他的罗拉 早在1348年呢 就这瘟疫中呢 就死去了 这个罗拉的死去呢 留给那个彼得拉克 永恒的悲哀 所以那个彼得拉克呢 就愉快地接待了 这位比自己年有九岁的 当时也已经是46岁的伯加丘了 那么这次会面是愉快的 从此以后呢 伯加丘就一直以 彼得拉克的学生自居 彼得拉克呢 要求伯加丘呢 去找一些合适的人 去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特赛 就翻译荷马史诗 那个时候55岁的彼得拉克呢 他的内心呢 还是很有激情 他仍然在写怀验 拉拉的诗 同时呢 他也感到呢 精神的那种一面呢 和世俗的一面之间呢 是具有统一性和和谐性的 那我们来看看 那个时候的诗歌 它有些什么特色 那个时候的诗歌呢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要呼唤人性 人的发现呢 往往是诗歌的主题 无论是淡定的诗 还是彼得拉克的诗 还是伯加丘写的诗论 都有一个大大的能字 那么能呢 是有情绪的 它那个诗歌呢 就是要善于把人性内部的激情 表现出来 这样呢 就使得那个歌颂人性的 歌颂人的发现的这种诗歌呢 和中世纪的诗歌呢 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淡丁吧 淡丁呢 他写的那个诗歌 整曲 心声 都是对于爱情的歌颂 他们那个 彼得拉克写的那些诗 这种诗呢 在歌诗方面呢 也都是很有突破的 中世纪的那些诗歌呢 要么就是歌颂那个神的 要么就是歌供颂德的 那么 但是从那个淡丁和彼得拉克开始呢 他们把诗歌用来反映自己的激情 用诗歌来表现自己的真实的情感 那么当时用写一种短诗叫做短歌 它就是来表达自由情感 那么这种模式呢 到了14世纪的时候呢 就发展成为14行诗 那么诗歌呢 当时还没有固定下来 它应该具有什么格式 还没有固定下来 后来那个诗歌的真正的格式呢 是在彼得拉克那个时期才真正的固定下来的 所以彼得拉克淡丁呢 就开创了 一个是用诗歌表达重大主题的 这样一种抒情诗的 或者史诗的这样一种格局 另一方面是些短诗 短诗就更容易进行那个什么 抒情 正如文艺复兴 一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那个历史学家 不跟哈特所说的 他说一切焦高的抒情的或冥想的主题 以交往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主题 都是用14行诗来处理的 而那些情歌 六重唱 以至于短歌 都被降到了重属的地位 所以呢 这样出现两种诗 一种比较正式的叫14行诗 一种情歌呢 被降在第二位的那个位置上 那么 而在《淡丁·彼得拉克·布加俊》的诗歌里呢 第二个特点就是描写爱情 不仅是人的发现 描写人的激情 现在更重要的是描写人的爱情 《淡丁》的诗歌 描写他的那个心声 主要是寄演他的童年时代的爱人 比亚翠斯的 《淡丁》的心声里面 以大胆的衰争的真诚 流露出他对爱情的感受 以及如何把这种感情 上升到净化灵魂的崇高的地步 彼得拉克写了366首诗 都是写给劳拉的 后来呢 汇编成为一本诗集 叫做歌集 那本书呢 是用意大利文写的 这是诗的年轻时代所作 但直到《淡丁》的生命结束之前 他还在写 刘拉拉的诗 那首诗歌集里面呢 有317首14行诗 有29首情歌 还有6首6行诗 7首明阳 还有4首目歌 一共是366首诗 因为那个时代呢 14行诗是被认为最正式的诗 所以在366首里面呢 有317首是14行诗 那么这些诗里面呢 彼得拉克呢 都是他一种内心世界的 爱情的大胆的表现 比如彼得拉克这么写道 从这些零碎零散的诗句里面呢 人们啊 都可以看到我心灵的哀态 那就是我青春时期的幼稚之觉 自然与我现在的我呢 已经不能不一样了 但是在他写那些诗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的真挚的 比方说在歌集的第二首里 彼得拉克这么说 这么歌手爱情 他说我鼓取勇气 来建造一道心灵的防线 以便迎接即将出现的爱情挑战 但是当爱情之鉴啊 致命的爱情的之鉴 向我袭来的时候 别的爱情之鉴就变得 不堪一击 于是呢 那个爱情之鉴就引导我去判断 理智的疯癫 机智的避开 心灵的折磨 但他又无能为力 妄扬心碳 所以同样的这样一种 对爱情可遇不可求的那样一种感觉呢 也表现在伯加丘的诗歌里 那么也表现在伯加丘那里 那么在那个 彼得拉克的那个歌集的第22首 名字叫做回到别进化的地方 第33首名字叫做春的忧悦 那么还有一首诗 第65首说 世人老去的悲哀 等等等等 这么都是那个伯加丘那些爱情的诗 所以伯加丘呢 写了那么多的爱情诗 即使是那个他的梦中情人 老了已经去世以后 他还写那么多的爱情诗 目的呢 也就是认为爱情是人类 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他们歌颂爱情 也就是歌颂 歌颂爱情 也就是歌颂人性 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三个特点 诗歌的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往往是 有一种模仿古代诗人的 那样一种作法 也就是复古 诗人们寻找古代诗人 罗马诗人的古典风格 来开创他们自己的写作风格 这反映在淡定的神曲 和其他的一些拉丁文诗歌里 所以我们必须重视 意大利诗人所开创的 研究古典文化的风气呢 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呢 是带有影响的 意大利人只要想一想古典精神 和罗马的光荣 他们就会激动 所以诗人为什么要写诗 他们怎么写诗呢 最后是由伯加修做了一个总结了 伯加修后来写了一本书 专门谈诗的 叫做《诸教 异教 诸神 谱系》 里面专门谈诗的功能 和诗人的修养的 在伯加修1365年 写的这本书里面呢 他这么说 他说诗是什么 诗是从上帝的胸怀里产生的 诗是一种如此神奇的天性 所以真正的诗人啊 在人群中 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这种热烈的诗情呢 具有崇高的效能 他强迫你的灵魂不吐不快 他说是你的心灵 产生闻所未闻的新奇 它是你的城市冥想 排列成有条不紊的次序 他用一种语言和思想 来交织出那个西齐锦绣 所以呢 他说诗歌当中呢 是包含着一种真理 他说这个诗歌实在太伟大了 它可以使帝王用武 把他们送上战场 可以使舰队出港 不仅如此 诗歌还可以制造天空 大地 海洋 他还能以鲜艳的花环来装饰少女 是懒惰的奋发 是愚昧的门行 他还可以越受满汉 还能制服罪犯 他还可以表扬选择 所有这者呢 都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 从伯加秋最后所作的这个总结里呢 他是很注意到诗歌的社会效应 更看重他激发人心 向善的力量 那么正因为这样呢 诗人就开启了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说呢 文艺复兴时代呢 就从诗歌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叫做艺术 因为诗歌呢 和艺术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诗人们不断地写诗的时候呢 艺术家早就行动起来了 画家的那些金色骇色的 女性人体画早已出现 实际上呢 艺术家走得比诗人更远 提香的画 那是千古一绝 注意同伯加秋的小说 那个《富相应辉》 还有达芬奇 拉斐尔·米凯朗基罗 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三杰 他们的到来呢 预示着 由淡定彼得拉格开辟的浪漫主义 和由伯加旧开创的理性主义 再加上一点点的世俗主义 已经天衣无缝的 绝妙的 合为一体 所以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就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